欢迎回来 刚才这一局比赛的武汉一赛Pro也是紫阳的桑奇带队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其实在刚才的节奏点当中 除了大家关注的无限一波的桑奇回复能力之外 有一波龙团 关于那几波其实包抄的很好 对 他基本上前几波就把这个福然GK的进攻节奏打没了 而且是找到了在上路那一波机会开始滚这个福然GK的红野区和蓝野区 而且我们发现这个武汉一赛Pro在对战的福然GK的时候 他的打法策略是有着针对性的 他在BP的时候 他在战术上针对了阿改进去之后 他打法上针对的是蓬蓬 一直打野区 对 无论是打野区还是说你单点出来撤 我先把你帮我秒了再去照射人 团战的话就盯着孟兰达了 关键是这一点实际上在这赛季我个人觉得武汉一赛Pro在常规赛是有所弱化的 实际上他们这个风格在去年拿两连贯的时候是风格是特别明显的 现在没有想到是到了季后赛真刀真枪干的情况下 又是拿出来自己最绝活的东西开始再打了 也是让福然GK打的有点难受 就是这几把尤其是上一把太快了 就游戏结束了 10分钟嘛 对 10分钟游戏结束确实打太快了 这也是Estar现在非常自豪和骄傲的这种打法 对 福然GK今天就是扳死蒙田 关羽用过了 就是再把蒙田挂在天上 对 来看一下Estar这边的班位给到了镜 因为上一把的话他们出了一个凯枪和关羽的组合不怕镜 但是上一把福然GK并没有选进 这把就不给了 周瑜这边给搬掉 听了周瑜 这里不给到不给到青龙了 大乔和阿古朵二选一 大乔阿古朵必要放出来 要不要全放 感觉要把阿古朵搬掉啊 哎 没有全把老夫子翻掉了 抢大乔 那就是配常规阵容了 因为对于孟兰来讲的话 其实他这里比较好的自保射手可能就剩鱼姬 这里是先去给一张选马可 因为今天一张的一个状态很好 而且带节奏的射手玩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那把虽然他们输了 但是那公孙力打的真不错 对 打真不错 来 先看到选择了姜子牙 有爆发 也是可以打大乔的 对 那就是大乔连波加鱼姬了 只能这么选 因为这已经是第六局了 你再不选射手 第二轮选不出来射手了 你就没有合适的可以用的强势射手了 来看一下 我还在波罗里边第三楼 面对到大乔选择露娜吗 对 因为这把我觉得露娜是可选的 在面对对面的鱼姬 掐大乔的一个情况下 如果你不去选择一个法系打野 恐怕后面的输出配合马 可是很难造成一个击杀的 是 他如果不选露娜 那可能比较好的就是菊佑金了 对 但菊佑金这个英雄到后边就不好切了 就是这个这个连波这个鱼姬 后面怎么办 真的打不死的 所以想办法补充一点伤害 看后续的班位了 否则GK这里首先的中单 在外边的 其实还有一个银正 先把江南崩掉 先把这个不住火舞搬掉 是一个打架配大乔打架的阵容 对 就实际上这一盘 如果说放火舞的话 实际上就跟那个微博 包括狼队都用过这套阵容 就当一个常规的辅助再打 那就看他们第二班 要不要把银正搬了 因为银正 对于GK来讲 强势的中路 其实就是银正 对 实际上在他们之前 如果说没有用掉嫦娥的话 上嫦娥也是个不错选择 不过刚才用过了 这边把孟琪搬掉 也是害怕孟琪 针对到这个连坡啊 而且我印象当中 这个BO7应该是 清风的不是火舞 被搬的最多的次数 确实 他之前不怎么用这个英雄 但是在今天啊 武汉依萨Pro 一直在知道的清风改变了之后 就一直在搬火舞 是 因为清风以前的风格 是不会打那么激进的 现在是团队需要 他直接上了 搬的全是刺客 哎 居有精也给你针对掉 他放了银正 觉得反正对露娜 也没什么威胁 主要还是 还是保证了 露娜在团战当中的发挥 而且他们更感觉 更想去做一个冲锋 所以说没有搬这种 比较 新版比较脆的一个 中单大法式 那看一下E4的选择了 张飞跟孟琪都被搬了 对 对E4的编路来讲的话 蒙田一直锁在搬位上 好用的编路真的不多了 先出了一手辅助 东方太一 能够强开包括限制 大大桥留人嘛 对 大桥你如果要传人的话 我强行把你留住 这里还是在考虑最后一手 一直在藏最后一手 是什么 对他藏了一个边路 可能有可能会出战边 也不好说 这里是要加大桥 再加一个嬴政 嬴政还是出来了 有边带 然后有手线嘛 然后对于武汉E4 Pro 里这套阵容里面 上正面的爆发 是现在目前是有 东皇加江子牙大闪 加马可波罗一梭子 对就看他要不要边路出一个项羽了 有强制位移的 打大桥偏好用嘛 但是能看得出来啊 反正记得打野位置 确实还是被针对到了 最后是拿了手药来补一个边带 然后这边是项羽 因为项羽之前就有出现在赛场当中 之前伊萨也用过项羽 但是输掉了嘛 这场拿出来之后 再溜期的第六局也确实是可以的 对 而且坦然这个项羽进攻性很强的 我记得他就闪现过去要把人推回来的 对主要是这个项羽一出 你可以看到对面一个阵容爆发 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会出现那种 你打不死我 我也打不死你的 但是如果项羽把人推出圈了 那你那个人基本上要死了 就是你的回复量跟不上 是的 而且这把虽然是一个双法伤 但是毕竟有将死牙的一个减抗性 所以说打到后面还不存在这个法伤过多 导致伤害有点不够的情况 主要佛尔GK也不是肉 他就一个连波的前排 他的坦度 他其实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 主要依靠着大桥的电梯 去增加他的存活率 这把佛尔GK在比较关键的一局 选出来了大桥体系 对 也是对于他们体系型的英雄比较自信 是的 而且我觉得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这一盘会不会同样的去搞药的一个野区 因为药同样跟飞是一样的 其实一级也没啥用 没有什么用的 也没有什么用 然后反观对于武汉Esta Pro 他这里面一级有东皇 有江子雅 包括项羽的一级都是非常的强 都是能进野区的 就我拉脱你的buff 你都拿我没办法 然后再来一个意识开局 这不就是Esta最想要的形态吗 是 所以我觉得开局 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Esta这里 是 这一局对决也是Esta赛点局 再拿一分的话 他将会晋级到四强 而这个GK如果输到这局比赛 将会进入到败者组 对 但是他们是有复活甲的 是 这就是胜者组的一个好处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 这两支队伍 其实一直以来 他们的交手 我非常的有意思 最近的一次常规赛的交手当中 其实弗然GK是三本赢带走了Esta 对 但今天的Esta跟当时完全不一样了 BO7之后 Esta直接把自己的状态拉满了 今天这一局看看EstaPro 到底能不能直接把比赛收下 已经来到了一个比较有优势的状态 就看看他们这把的开局 会不会再对蓬蓬这里进行到针对 对 这把露娜 她会去选择一个篮开 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去 拉托德的红野区或者蓝野区 还是要看动响能不能准确的把握住 好 进入到双方的比赛 蓝色帮 佛山GK 红色帮 武汉EstaPro 我是殷凯 我是潇洒 我是朱亨 小地图看到的是马可换线了 对 这个点换线 就不由的去想 他向雨有闪现 要不要去把BUFF拉脱这件事了 应该是一个 就看住 应该不太会 中路没有那么多人去爆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东皇已经去探视野了 他一个人他可以 他反不掉 对面应该是会叮 他打算拿吗 他更多的是找时间 Esta对于Esta来讲 他只要记住美国BUFF的时间 实际上都是他们的一个比较好的进攻节奏 上路打得很凶啊 白兽他刚升到二级 紫阳来了 赶紧跑 手长可以消耗一下 那就要漏兵了呀 清风之然到位 这边是给到信号的 还好回头了 清风过来帮他补掉了那个兵 但是露娜也是健康发育 就合到这里 也不知道是谁了 对对但是因为这个露娜这把上半区开的话就基本上打不了什么进攻 等四级这样的话他红开有个好处就是蓝BUFF延续的时间更长一些了 是的在那条这个暴君的一个团战是很好发挥的 对有蓝BUFF的续航还有减CD 但下路项羽他不太怕这种区区作战的输出 主要这两个英雄确实前面打在项羽身上伤害特别低 他还被动都很难打出来 是的 那一针再换完线之后他就会比较主动了 一直在压下路坦然也是藏了一个小草 想要跟花海做一波配合 孟兰出现了而且阿改也暴露在了视野之外 对而且阿改带的是干扰 甩牵过来小枪推留住 露娜两个人全部吸出来 然后配合上江子牙的输出 花海先拿掉了孟兰的人头 项羽也杀掉了大桥一波 战术成功了 这波花海是化身小鬼谷子 把人拉出来 然后配合江子牙的一坛全部弄出来了 全部留住了 反正也是不用舍得自己的技能 闪现过去找个机会还能不能留 对因为他是看到了阿改这里是带的干扰 并没有带进化 就打得非常的果断 这里项羽直接拦一波线 东方又是提前埋在了这个红野区 孟兰被押出了塔外 这样的话就没有防御塔 保护的机制所在了 对更关键的是这一波是把线拦住了 下一波野区的进攻是有机会的 但是看一下联波绕后 给大招上去击飞被闪现躲了 这样的话是靠联波的一波放线 是把这一波野区算是保了下来 我们再看这波小鬼骨子 主要是坦然先上去 逼出了一个雨季的闪现 然后对花海一吸 定住两人 闪现先下人 然后再吸回来 主要是项羽一冲进那个圈 你第一反应就是先跑出来 然后再回去 但又给上了露娜的控制 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嘴哥这把 是换线的马可 待遇非常的好 二红就直接给了 反正露娜也不吃红嘛 更多的还是要让他快点发育 因为这把本身就是一个换线局 发育不是很好 拿到红了之后又可以做先上压制 河道蟹又是他的 实际上也是能够保证 自己在4分30秒左右能够出山的 对 这样的话清风过来缓解百兽的压力 直接手上 但是中路只有一个药 被东黄咬到了在塔下 但是药这里很肉啊 没死 已经蛮富有了 对 在前几波有人头 关键他像刚才那一波相当于是一个打野的一个对位单杀 而且对于武汉依萨Pro 他们进野区的节奏会越打越快 就是这个露娜进野区 我们来看佛然机给这里没有太多的控制 只有大桥可能沉默能干扰一下他 对这样的话是选择 再断线 鱼姬和大桥发现自己在下路出不了任何那个节奏 选择换线想去换一座防御塔的节奏了 但是依萨断了下线进红区 这样没有人能守得住 江子牙也是提前做一个协防 看一下这个时候大桥手里面是有大招 不过上路线是没有办法抢的 对 诶 选择了 这样的话是被营正的一技能给拿下来了 是 不够 因为 少了经济 但是时间还是能获取的 这一点是打得太飘逸了 太极限了 他想直接大走接 逞击 但伤害不够 但是这一波实际上已经打出了比较不错的效果 红buff虽然没有反到 但是时间记住了 这个对于武汉EZA Pro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所以下一波还会再来的 但是关键是这一波最大的好消息是 在反buff的时候 因为提前断了线 所以说没有办法让对面去 在反向在上面打出节奏 已经习惯了 习惯大桥在下面打出节奏了 现在也是防尽机做了换线 提前我多清一波 这样的话你必须得去清下一波线 你没有时间给我换节奏 两边这把实际上更多的一个队位 还是出现在打野上 目前来讲大情的一个团战节奏是没有的 那上路EZA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夹之势 项羽绕到了篮区 直接可以穿插过来 紫阳交了一个风力文章 这里坦然闪现跟空 东黄没有选择出一遥 但是Luna进场一瞬间先秒掉了 马克的大桥 这里也白兽进场 一瞬间被冬黄吸到了 马克转到进场 这里江子亚给一个大桥 拨到了后排 清风倒下 白兽残血在塔下交了一个闪现 一丝血走不掉 被五人包夹最终 紫阳拿到了人头 你看Estar全在一台二台间的这个位置 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马克波罗是隔枪先把输出打满了 再进场 对 实际上这一波 弗然机可以已经退得很靠后了 对 但是他确实忽略了武汉Estar Pro 他们这个项羽开团的决心 闪现 留人 然后所有的伤害真的是一拥而上 对 Luna又冲过来被连空打了 但彭梦这里粘住了清风 先将江子亚解决掉了 华海把这个红给反掉了 能不能走 他已经断大逃跑了 坦然这个位置没有人发现 来接他 一技能顶上去顶到了孟兰 一技开了二技能规避伤害 但银正扫大扫到了全在项羽身上 坦然这里触发了被动 还是扛不住被孟兰鱼姬一剑收掉 现在顶不住了 这里是相当于是 本来是想找一波机会 但是鱼姬的一个二技能 开的是非常之快 只是给马可选择止损 带了一波上路的一个二塔 对 这里连锋在给个大招 拦住马可保兰buff 对 马可已经在篮区偷了一个小野 主要是刚刚坦然 蹬草反打的时候 华海并没有选择回头 对 这个点感觉是一个个人的节奏 而且孟兰很快就把二技能开出来 所以大招的伤害也没有杂在上面 是啊 先进这波 华海进场 配合让江泽大招伤害 先秒于击 再过来 借着踏板 晋升到了阿改上面 二连击破 这个露娜 现阶段有点拦不住 对 这个露娜玩的 不像是中期英雄 感觉一直在搞事情 从来没有听见过 刺激发力 刺激之变 就开始一直全场游走 对 因为这个实际上 这个英雄跟华海之前玩到的 像纳可露这样大野盒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露娜这个英雄 他就是一个优势了中期很厉害的英雄 然后你对面也没有太多的硬控限制 他只能堆爆发 但这个阶段 又来了 哎呦 三魂球砸到了花海进场 你看 再来一段收下嬴政 当他的这个竞技领先起来之后 对面的野局就是他刷野的路线 对 要是看到了东皇往上走的一个动向 只能说是用原处法阵传走了 躲过了一波 孝羽现在依然是一马当仙 来看看他 冲篮红区 先 没有反倒 对 蓬蓬就要逞 逞机拿下了 守回来了 但是这个buff是没有给到孟兰的一个余计了 经济差已经非常大了 现在露娜405的一个数据啊 发育得非常好 而且我们看到露娜和孝羽都在绕后的位置了 孝羽先被秒了 紫羊闪现出塔 但是还是被防御塔给击杀了 阿盖这里是开了防守干扰 这波真的是退无可退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项羽和这个露娜已经是在后面了 谁敢出现在塔下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你只能坐电梯走 但是在坐电梯的过程当中 紫羊直接交闪以后到了余计 走不掉 还是会留你 花海已经在这个位置打了第二波了 这个露娜7700的经济 现在才8分多钟啊 对 相反的话要 虽然你可以看到 他在很努力地发育 但是只是5000左右 经济差距主要来自于打野队位了 是 你看这个圈先放了 但紫羊很果断 走到你背后 直接给你咬在圈外 传回去的是连坡 对 连坡站到的是一个中左视野 但是中右视野是完全黑的一个情况 这有种定身的效果 是 主要是经济差太大 他们只能选择踩一边的视野 你像Eastar他们的下半区 已经是把线推过去了 所以下半区是很危险的 他们只能选择把上半区的视野踩出来 但是确实没有办法太果断了 紫羊这个东黄丸的 直接拦出了孟兰进电梯的路线 9分多钟 5000经济差 这个经济差大多都在露娜身上 还有马可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武汉Eastar Pro 他们下半区一直在带好线的一个情况下 视野是全黑的 所以根本没有人敢去踩那个视野 但是那边要在偷龙被发现了 也不敢继续打了只能撤了 然后还被包了 要的经济还很低 而且这次有项羽了 上次没项羽 这波是马可直接转过去 但是没有能够把人留下来 还是被打乔救走了 没有控制打断 气势要到位 那彭这波还把兵线断了还可以 有所收获啊 10分钟 这个节奏点看一下 Eastar是两个人丁暴君 剩下了三个人去打主宰 就是我全要 对 然后这时候又分出来一个坦然 进进篮区盯一下buff 现在是我三个都要咬 三个东西我都要掌握 主要是你如果像刚才那把 浮上GK的阵容 他在劣势的时候还可以选择 猛一波 但这个阵容 因为搭配的是赢政和耀这两个英雄 是真的猛不起来 一个手一个是带线的 正面团战控制也不足 留任能力也不够 只能拖到后期起来了 只能打消耗 但是实际上打消耗还是有机会的 但如果打一波爆发的团 像项羽这个英雄 鱼姬打在他身上真的是不痛又不厌 所以你看项羽的出张 也赶紧先把魔女补出来 这个是重中之重 让你的这个赢政在这个节点是没有用的 是啊 蓬蓬继续带远端线 但是上路这个一塔带了半天都没有带掉 因为一惊一直在手 又来了 蓬蓬这个位置很危险啊 大桥再给大桥 这波难走 向羽顶起来 接一个大招的马可真伤先打出来 一惊将人头拿下 对而且是把远端的药带走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露娜直接在下面放了一条龙 直接做了一波三线优势 这波三线优势 中路虽然被推掉了 看一征和坦然怎么去找队友集合 打一个两边 分带 他们现在就是要趁着药这波阵亡时间点 把多打扫 博山鸡可以关在家里打 不让你再出来带线 拖他时间了 上路是赢政局守 那下路这个有超级 这个不好扫了 这个高地感觉有点难守啊 看江泽已经在反向徐大闪了 但杜皇咬到了大桥 露娜进去 现在阿凯给击杀了 顺势切到了后排 逼出赢政的闪现 自己断大响彻 但华海这里扛打过多 连波跟上输出 留住华海 要过来跟输出 华海这个位置有点难走啊 最终被要的一技能 给收下终结人头 但是这一波的话 是把下路的防御塔已经推掉了 反合地推平 当赢政选择去手上的时候 下路已经难守了 就我觉得对于武汉Esa Pro 他们打的还是非常坚决的 有一路超级兵的优势 我们在前面的比赛已经看到了 很关键 是的 要赶紧把这一路的优势先做大 防止后面出现一些问题了 但刚才那段其实可以优化 我觉得没有必要打那么危险啊 因为本身已经出现下路优势了 华海刚刚是拖了一波人 把人牵扯走 给他队友去打 他想顺势杀了阿凯的同时 借着阿凯当跳板去切赢政 但是赢政有闪 对 然后GK这边的想法是 我知道你这样子家准备打这种 一波的团战想跟我打闪 所以我就站得很散 老师青龙刚才这个闪现 其实效果并不好 确实 但实际上Esa这一波打下来 实际上还是把这个游戏节奏加快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刚才那波之前 要还能一个人再带线 但是这一波打完了之后 只能说是五人去带了 因为我已经感受到了 武汉Esa Pro这里 对要编带的一个针对 对 就他只能带着大桥了 做圈走 不能像刚刚一样 想要利用大桥的大交跑 因为队友扩不出来视野 然后别人的话 藏视野像一个项羽 跟着马可去抓 你就跑不掉 或者东黄跟马可 你也跑不掉 赢政这里真的是很飞 八天经济 但是面对现在对面的经济 尤其是出到了魔女的项羽 打的确实有点尴尬 只能是作为一个首线 包括看看这个阿改 这个干扰 因为这把对面很好开的一个情况下 他没有带进化 带了干扰 所以说看这个干扰 有没有在防守上做到奇效 但只要防守机可以拖下去 还是有机会的 好 这样的话中锅二他也拔掉了 银正大招已经开过了 先扫撞牌 伊斯塔也是球稳 想要回头去拿龙 对 他是这个双龙会 如果说这波冲的话 掉双龙就很容易被 把这个防守机 可以把局势打回来 所以先稳稳地打一波双龙 然后再去 做继续的一个推进 我们看到老王变成了瓶子 并且也都站在了 武汉伊斯塔Pro这一边 四个人 现在全部站在了伊斯塔 就看伊斯塔这段时间 能不能将比赛终结 如果拖到了 就这一波双龙被 防守机给给拖下来了 那可能要打一个 后期二十分钟了 龙团 是的 那现在我们 后期二十分钟龙团 我们除了看风暴龙王的争夺 现在又多了一个看点 伊斯塔的小兵 能不能给力一点了 下落已经出现超级兵了 是的 随着游戏时间的进度加强 超级兵的移速 包括他的攻速都会变快 对 属性成长很快 就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项羽是直接站在红野区 而马可站在蓝野区 就是不让你要出来 把这些线偷了 你带哪边 我就抓哪边 给你要的作用 其实就很简单 你出来带线 然后大招逃跑嘛 但是这把紫阳 大分狼做得很早 就是一脚赶出来 我就过来咬你 对 你那个位置距离再远 我只要和队友 拉开一定的身份就可以 而且刚才项羽和马可的出现 就告诉他 你不光要提防着东皇 你还要提防着这个项羽 现在伊斯塔拿了双龙 想要控三线去压他 对 露娜是要把这个龙往上放的 好 走到上路去放掉 应该是中转上 这样的话中上的推进 下路线已经先到 去吸一下注意力 对 项羽和马可是保着下路 那条龙 看一下孟兰这里是做了 C星锤 没有办法憋破晓了 太逆风了 是 赶紧把魔女补出来 有了基础的作战能力 对 而且要补莫是 因为这把 这个坦然横在他前面 他是真的难受 对 看看伊斯塔怎么处理这波线 这波放了这个大飞龙之后 他的这个处理 就变得非常的关键 标准的三路线 而且是一个中转上 非常明确的一个节奏 而且正在这波也有闪 可以给一个大闪 佛兰GK先倾中路的龙 但是上路 紫阳开了个奔狼冲过来 咬大墙 咬住 但是有点脱节 队友跟不上输出啊 这个紫阳 要先倒了 将杂大闪拨过来 带走了百兽的联波 露娜突进来 想要杀药 但是被药秀了一波 之后 还被打出了一个复活 孟兰一丝蟹被将杂给烫死了 华海站起来之后 大招往回拉 这个超级龙还在 佛兰GK还有三人 想拉脱 但是坦然已经在点水晶了 丁正大招又好了 第二个大招去清兵线 没有问题 蓬勃补了状态 再追出来 先把龙兵清掉 暂时守住了这波 但是又来了三波兵 需要他们分开处理 而且看来复活时间啊 百兽还有17秒复活 有点久啊 来看看 顶级来了 一张已经点水晶了 那么恭喜 武汉EstaPro 4比2战胜佛山GK 直接冲进胜者组决赛 他们在季后赛胜者组的表现 仍然非常的出色 他们在赛后激动地相拥在了一起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常规赛 对于他们此前的比赛来讲 过得并不容易 是的 因为我看到他们在挑战者 被夺冠的时候 都没有像今天这么 兴奋和激动 从椅子上弹起来了 这是古金刚来 不论从他们前面那个语音 还是最后的这一幕 都感受到了 武汉EstaPro 他自己也能觉得这个BO7 他打回了去年的那个状态 是的 就没有像在这个常规赛 前两个阶段 打那么磕磕绊绊 那么的不容易 我觉得对于武汉EstaPro来说啊 这场胜利不仅仅是 胜者组晋级的一张门票 还是他们自信心的重新的拾起 这对后面他们的比赛 我们都会更加的抱期待了 春日星光依旧璀璨 少年王者再逐荣耀 恭喜武汉EstaPro 晋级2022年 KPL春季赛 季后赛 胜者组决赛 也就是四强 这场比赛的胜利确实宣告着 那个大魔王又回来了 那个大魔王又回来了 他们要面对到的是狼和XYG的胜者 所以到时候那场比赛也变得非常好看 是的 好那这样的话 这局比赛成功结束了 我们期待后面的比赛 我们把时间交换给平德行 恭喜武汉EstaPro战胜对手 进入到了胜者组的决赛 今天我们看到了武汉EstaPro 其实从第三局开始 是他们状态的一个转折点 然后我们看到了 他们今天的比赛 就是把常规赛第三阶段的阴霾一扫而空 是的 尤其是看到了在第三局 这是武汉EstaPro在整个的 这一个赛季来 打的最荡气回场的一场比赛之后 士气全都抬回来了 没错 就他们拿到了优势之后 再不会像之前那样子 在中后期掉点了 确实把这些 之前的失误全部都改过来了 对 然后回到这一局的比赛 前期坦然的项羽 然后配合花海的露娜 不断的去找大桥的位置 第一次断电梯之后 就帮EstaPro 把前期节奏给稳定下来了 然后到了中后期 就一直在关注紫阳的东皇太一 只要看到大桥露头 我就追着去咬的一个举动吧 也让福山GK的大桥体系 也没有办法施展起来 包括药 它在逆风的时候 可以作为一个单带点 但是药也一直的被针对 其实一周的马可波罗在上路位置跟药碰了好几次 因为马可没控制 留不住 但是后面是把坦然 那个项羽叫过来了 对 把人顶开了 给了一个控制 然后那一次是有个击杀 这其实也是武汉EstaPro 他比较熟悉的那种 双核心点带节奏 就是义争这边拿到了马可波罗之后 他走上半区可以拿红buff 一直在这一路给压力 然后花海的露娜就在蓝区 和下半区一直给压力 然后另外三个人就看情况 巧完中线 然后就两边转都能去带节奏 一边带节奏一边发育 这就是他们最熟悉的 那个4E节奏了 对的 然后再加上佛山GK的阵容 是以大桥为节奏核心 那武汉EstaPro就可以 把所有的精力 都用来去针对大桥上 所以大桥他一旦没有办法 配合队友把线带出去 他们就会变成一个 被动防守的局面 对 前面解说期 其实有提到一个很关键的点 是在于佛山GK这把 拿到的一个大桥体系 就是单拎出来一个点 然后中射 两个太拖后了 就要拖到他俩成型的话 其实还挺久的 对 也要吃后期 对 包括要前期的野区的 对抗能力是不如露娜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要他是一个到后期 装备成型之后 可以单挑 也可以带远面线的英雄 这局16分钟结束比赛 拉开了8700的经济差 其实武汉EstaPro 在后面的几局 一旦拿到优势 他的经济差 瞬间能够拉开非常大 对 这就是武汉EstaPro 他们滚雪球 很强的一个点了 来看一下 本局NVP给到的是 武汉EstaPro 花海 刚使用的是露娜 我们看到花海 在这一局前期 确实是节奏带动者 对 下路的 刚才提到下路的节奏 和项羽之间的配合 把两个人断到了电梯 还有一波非常帅的操作 就是他在中左草 当时看到了药漏头之后 果断选择断大 二技能再接平A 强行地去把药给点掉 他是先打了一套 然后后续再断大 因为看到药是残血 队友也给了一点伤害 然后再断大过来 把他给收掉 见过断大的 弄大特别的多 但是刚才那个镜头 是主动断大来杀人的 很主动 然后那个人头 是给到了江子牙 来看一下回放 下路这波很关键 因为提前给圈了 然后这边坦然也知道 如果不交闪现去推的话 可能来不及 是 闪现站在圈 然后用一技能把位置卡住 哇 这几个推 真的是让大乔痛不欲生 对 就提前一波节奏 然后这波也是一样的 就大乔踩电梯回家 但江子牙这波 虚大是完全没有交闪现 诺迪的一瞬间 鱼鸡也是 被努拉拉了一下 两个人一起吃到伤害 那也是来了解一下 武汉East Pro 这一局的语音沟通情况吧 这一局的语音沟通情况 这两局的语音沟通情况 你刚刚打完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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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 你别想 你别想 我看了 别死 别想 我 你那不大 我还说 我怎么做 你上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他心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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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盛 你的 最后非常开心地喊出那句 我们是胜者组抻 最后非常开心地喊出了那一句 我们是胜者组织 最后非常开心地喊出了那句 我们是胜者组 我们是胜者组zer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